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月就是属于全天下妈咪们的母亲节了 在这温馨的聚节里 妈妈们都该好好的犒赏自己一番 这个地方原来是存在宴堂 这样的场地呢 能够为台湾在文化创意方面 提供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真正这个over size的服装 它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于东方的服装 今天温小红的私房菜店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呢 是顶级的台菜海鲜料理 跟着温小红的私房菜店 叫一点准没错咯 Bio哲学没有这么抽象 怎么样我们有一个食材 然后我们用八种不同的角度来坚持 做料理或是创作需要的八个元素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温小红 五月就是属于全天下妈咪们的母亲节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要给辛苦的妈妈们 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温馨的季节里 妈妈们都该好好的犒赏自己一番 而放眼全球 又有哪些时尚妈咪呢 快来看看她们的时尚穿搭吧 以往女人在当上妈妈后 每天照顾孩子们 时常忙得跟打仗一样 无暇打理自己的妆容与穿着 更别说时尚了 但近年来卷起一阵辣妈风潮 在繁忙的家事与工作中 许多时尚名人妈咪 展露了无比高超的时尚品味 与孩子们一起献身时 更是成为媒体的焦点 首先绝对不能不提到的 当然就是网友们说 她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如此幸福美满的 贝嫂维多利亚贝克汉 与足球金童贝克汉的结婚至今 两人各自拥有超棒的事业之外 也共同拥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堪称人生胜利组 维多利亚贝克汉2008年 成立同名品牌并开始发表创作 直到2014年才开设第一家实体商店 而今年2016年 纽约时尚州发表的秋季系列当中 维多利亚贝克汉采用了 看似未完成的不修边设计 宽松的大衣版型和身针织上衣 还有展现在裙身有如气球般的圆润剪裁等 而她也罕见的穿上了平底鞋线身 并配合休闲中性的风格 将头发梳成俐落的低麻尾 身着高领的补丁灰色宽松毛衣 搭配黑色男友酷 维多利亚说 这正是我现在想要穿的东西 但我会用新鲜的方式去呈现 好莱坞甜心辣妈杰西卡艾巴 即使生下了两个宝贝女儿 还是有着魔鬼的身材 依然保持玲珑曼妙的曲线 时常大方晒幸福的她 私下穿着风格及时尚品味 一直深受大家喜爱 也是众所追踪的性感时尚名人之一 日前杰西卡艾巴首度跨入时尚产业 推出联名系列 复古高腰紧身裤 微高腰的skinny版型 带有浅浅刷色设计 裤长刚好露出脚踝更为鲜瘦 穿上后完全服贴的舒适感受 及修长视觉 简单的搭配T恤衬衫或是皮衣 掀起好莱坞女星间的一股话题热潮 米兰达可儿即使抱着孩子 也依然不失任何时尚度 除了正式场合所需要的着装 她常以条纹单品延伸搭配 下半身搭纱裙皮裤或是一顶绅士帽 鞋子则是以平底鞋子和靴子为主 即使要穿着高跟鞋 她也会选择低跟的高跟鞋 包款方面 Miranda Kerr多是选择大型包款 这样才可以装下所有小孩 与自己必须的随身物品 除了自身的穿搭 不忘也帮儿子打扮一番 母子俩超有型的亲子look 堪称是亲子穿搭的最佳典范了